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响线报 我是雪怡 一名印尼男子 醉酒后调戏华裔商人的女友胸部很大 结果双方发生纠纷时 印尼男子被人刺中心脏丢命 警方事后迅速逮捕了9名男女 包括被指拥有拿督斯里头衔的华裔商人 以及被调戏的女子 今天早上掩扣他们7天 在谋杀罪名下展开调查 死者家人说 死者和嫌犯无仇无怨 因此杀人动机 相信是因为调戏女子所引起的 今天早上9点 九名涉案的男女嫌犯 包括华商和他的女友 在大批特警护送下 被押送到法庭申请掩扣 由于此案受到关注 身穿橙色扣卢服的8名男嫌犯 和穿紫色衣服的女嫌犯 押送进法庭时 四周都站满特警 推示也特别处理此案 根据初步调查 事发时 36岁的华裔商人和26岁的女友 在凌晨时分 被印尼保镖兼司机 再到甲市某路边摊享有宵夜 5名印尼男子坐在另一座 包括死者也在场 5人刚从娱乐场所出来共享宵夜 看到华裔男女后 以淡米尔语说 华女胸部很大 遭保镖听道而上前训斥 未料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 众人在混乱中 其中一人亮珠刀子 死者在混乱中 惨遭力气刺中 倒在血泊中 重伤身亡 法医铺验报告显示 死者的死因 似遭力气刺中心脏而毙命 中国报叹息 涉案的三十多岁华裔男嫌犯 来头不小 除了被只拥有 挠毒私理勋弦 在马路甲和柔佛从事 外壁兑换生意 同时还是网路赌博代理 出入都有保镖护送 而涉及命案中的 唯一的华裔女子 在案发时 相信是身穿紧身上衣 露出丰满身材 未料到引发命案 弗罗娇仪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宗 让人匪夷所思的意外事故 一名年仅六岁的男童 为了买玩具 竟然拿了车钥匙 在晚上十一点多 偷偷驾着父母的 丰田Bios轿车 在这三岁的弟弟外出 结果行驶了约2.5公里后 车子失控 撞向旁边的电线杆 车祸后 在场的民众 不断的询问 谁是司机 六岁男童随后自首 自己就是闯祸的司机 这起罕见事件是在昨晚11点15分 在弗罗娇仪 五级当卡路发生 六岁男童深夜 趁着母亲上洗手间 偷偷开车 载着三岁弟弟外出 要去买玩具 结果途中轿车失控 撞向电灯柱 六岁的造护司机 下巴受轻伤 乘客弟弟则无碍 根据网络流传 男童正在开车的视频 显示该轿车 曾一度驶入反方向车道 民众当时一度误以为 是司机酗酒闯祸 车祸发生后 当民众走向该造货轿车 不断问谁是司机 一名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孩 一度跑离现场 之后又折返 承认是自己开车 在场者都感到错愕 和难以置信 网民事后都议论 身躯如此短小的小司机 如何握方向盘和踩油门 截至目前 弗洛交易警方提供的消息是 两兄弟 一人是司机 一人是乘客 至于设为流传 一人负责方向盘 和一人负责踩油门的消息 则未有回应 滨城八间二手车行 与一间摩托店 在这个月三号至八号期间 店内的车子 接连遭不法之徒 泼红期 不法分子更威胁店主 如果不想再被泼期 就必须支付两千两百美元 换算成码 币约九千七百八十七令吉 而且还要求要以虚拟货币支付 警方证实已接获七项投报 并将翻查壁楼建设 追查干难者的身份 其中一名受害者 林先生今天告诉中国报 他本身是在牛乳儿经营 二手车行 前天晚上九点多到十点之间 车行的车被人泼欺 根据币约电视 犯难者架着摩托 穿着头盔 所以看不清楚他的面容 他说 他与其他受害者彼此认识 得知对方最近都遭遇泼七事件 而且他们都是被同一个人勒索 不法分子来店里泼七后 就会打电话 或者发送信息 要求支付两千两百美元虚拟币 对方口操马来语 扬言如果不要再被泼七 就要付费 业者当下拒绝付款后 以报警处理 一名69岁的华裔阿伯 已无法忍受尿急 竟然在新山关卡的祈祷室内小姐 在相关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 引起网民日益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老翁助查 网络疯传的视频画面可见 一名华裔男子 在一间祈祷室内的近身间小姐 变文也称 该名涉案老翁 你来自新加坡 有民众针对此事向柔佛警方投报 根据柔佛周屋大臣拿督翁哈菲兹指出 执法当局已经扣查69岁的男嫌犯 警方会援引刑事罚点 亵渎摩拜地点 及蓄意污辱宗教条文来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可判处监禁两年获罚款 或两者监失 患者焦点 来自戈达巴鲁民房局的官员 莫哈莫伊德利斯 在处理一条眼镜蛇时 不小心被眼镜蛇咬伤 在住院两天后 病情直转即下 昨天不幸在古邦格量里大医院离世 她的母亲诺利亚阿旺说 34岁的儿子 原定于今年在哈之杰公家 与新上人订婚 不料如今两人阴阳相隔 家属和村人 昨天已经妥善办理死者的葬礼 死者遗体已经在哥马辛穆斯林坟场安葬 英国著名乐团Colplay 即将来大马举办演唱会 再引来伊斯兰党批评 该党中尉纳斯汝丁 以演唱会对国家及人民毫无益处为由 呼吁政府取消Colplay演唱会 首相纳杜斯利安华 昨天公开欢迎Colplay前来大马 举办演唱会后 纳斯汝丁今天就在面子书指责政府 纵容在我国散播享乐与异常文化的做法 他也在贴文中附上截图 其中Colplay主唱克里斯马丁 在演唱会上展现象征性少数的彩虹旗 来跟进大马中性女留台生 遭台湾男子梁玉智 性侵杀害案 私者父母提出求赏 539万新台币的国赔诉讼 台湾地院调解成立 市警局等单位基于关怀台南女儿立场 尽最大的能力修复原告伤痛 因此同意给予关怀维稳金60万元台币 相当于约87000令吉给中家 良性被告已在一二审中皆被判死刑 来关注国际焦点 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星期二裁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90年代性侵 女作家卡罗尔涉及的强奸指控不成立 但特朗普性虐待及诽谤罪成 必须向卡罗尔赔偿500万美元 换算成马币约2225万令吉 这场只是关注的民事案件中 9名陪审员在几个小时的审议后 驳回卡罗尔的强暴指控 但一致认为特朗普对卡罗尔的性虐待和诽谤有责任 这场案件从4月25号开始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特朗普并没有出席作证 判决出炉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这一项判决是耻辱 并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下令撤销 大多数国际游客入境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 以及对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类似规定 随着美国解除新冠肺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拜登这项新命令将于美东时间5月12号凌晨011分生效 美国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一签署SB264法案 正式禁止中国公民在佛州购买土地 同时限制可购买土地的面积和位置 预计将从7月1号开始 对此当地的中国人搬出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群起抗议 但法案势在必行 巴基斯坦主要反对党领袖 也就是前总理伊姆兰汉 星期二被捕后 他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支持者 在国内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巴基斯坦恐怕在线动荡 曾在战壕中 暖心救出一只自卫的法新社乌克兰影音记者索丁 星期二在乌东城镇附近遭火箭炮火攻击而当场丧命 消息传出后法国乌克兰以及美国都表示哀悼 对于他贡献一生把真相带给全世界心怀感激 澳洲政府宣布放宽移民条例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新变化包括让持临时签证的工人 有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机会 一些外国学生毕业后也能在澳洲工作更长的时间 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星期一公布最新统计指出 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首次出现人口下滑 据统计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万人 比2021年减少了1.98万人 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 部分行业用工需求下降 导致一些外省务工人员回流家乡 另外还有深圳开始收紧落户政策 中国人口老化 出生率降低等原因 中国四川省一栋十层楼房内的居民 星期一突然被疏散 门口拉起了警戒线 原来是因为有居民反应 墙壁出现裂缝 为了保证安全 因此暂时疏散居民 相关部门人员已经前往鉴定 来看最新油价 为了纪念俄罗斯保卫国家战争胜利78周年 俄罗斯多地在星期二的胜利日燃烧烟花 新闻的最后来跟着镜头 观赏一场烟花盛宴吧 我是雪怡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腿辉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